《善导大师》 他身在唐朝时候 那个时候 日本 韩国 还有越南 不少的高僧大德到中国来留学 他们认定两个老师 一个是山头 学净土的 还有一个是智者大师 学法画的 这两位老师 他们国外这些学生非常之多 确实回去也真有成就 《善导大师》给我们讲的三人 第一个是习人 欢喜 念阿弥陀佛而生欢喜心的 他讲的话很好懂 注意想想 念阿弥陀佛 念到生欢喜心 不但是将有感应 肯定是 一念相应 一念佛了 念念相应 念念佛 念到发息充满了 这是念佛 功夫的亲身 第二种呢 误人 开悟了 念阿弥陀佛而误解真理 真理就是诸法实相 念佛 开悟了 为什么 烦恼念掉了 不就开悟了吗 那我们现在不少人念佛 为什么不能开悟 第一个是夹杂 功夫不纯了 念阿弥陀佛 理念还夹杂着妄想 分别知足 第二个怀疑 信心 不足 大师志菩萨 吓得我们 念佛的 刚临 度舍六根 敬念相起 度舍六根 十三位 不夹杂了 不夹杂了 敬念相及 如果六根 没有收回来 眼 叛缘思 耳 叛缘身 六根 叛缘六成 境界 夹杂在念佛里面 把念佛的功夫全破坏了 所以这个 都舍六根 简单讲 把你的妄念 统统收回来 就这个意思 一心专注 这叫近年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相及是不间断 会开悟 开悟之后 就跟惠能大师一样 你所没有学过的经教 你一听就懂 一看就用了 开悟了 第三个是信任 念弥陀佛而注于真心 这个真心 相信自己 决定的神 功夫成就了 善道大师 解观金中 他对观无量寿经 有一部著节叫四帖书 唯提西夫人 所得的无声发人 善道大师讲 就是这三样 习人 误人 行人 净土 文类行卷里头 有一句话说 庆喜 一念相应后 与未提等 获三人 这都是 解释 观金的 清晰是 阿难尊者 阿难尊者 念阿弥陀佛 一念相应之后 跟未提西夫人 一起 都获得了 三种人 那么这三种人 也就是 善道大师 所说的 帅人 习人 无人 行人 习人 无人 行人 我 不得了 我 不得了 我 不得了 我